今年7月20號是法輪功反迫害20週年 週日約2000名來自香港和亞洲部分地區的法輪功學員 在香港島鬧市區舉行了盛大遊行 呼籲解體中共結束迫害 吸引大批香港民眾和大陸遊客圍觀 在天國樂團打圖下 今次遊行共分為六大方正 呼籲解體中共 結束迫害 香港法輪佛學會發言人解鴻章表示 香港處於中共控制的糊口 法輪功學員頂住壓力 堅持向民眾講清真相 是希望揭露中共迫害的殘暴 呼喚世人的正義良知 現在還在持續 選野賽頂住 頂住了 而且我們是堅守真相點的 但是無論怎麼難 我們是要掌真相 呼喚良知 因為善與惡的選擇 要有一個正確的選擇 能夠選擇善良 守住善良 人才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都很唏噓 二十年前很少人支持法輪功的 或者同情法輪功的 現在香港人在送中條例的時候 看到了整個中共的本質 越多人是會對於反對中共的專制 是覺得應該支持和自己參與 我覺得其實法輪功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都是有用到他們的活生生的經驗 是告訴了給其他人聽 遊行沿途吸引不少大陸遊客和香港市民圍觀 不少人用相機 手機拍下畫面 他們都是用溫和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其實挺好的 每人有自己的訴求 香港可能還是比較開放吧 對這些法輪功啊 還是很寬容 我能夠理解 法輪功學員早上還在中環舉行集體練功和集會 展現法輪大法的美好 新唐人記者梁珍 黃瑞秋 香港報導 在這邊中環 tek 縣erel 組身時常中環節 會詞進行建議 鹤大的綫磯 隊中環節 相機 感谢观看